我和室友们一起掉进怪谈世界 王子为了验证谁才是公主 往床里藏了一颗豌豆 第二天 王子问我 女士 昨夜睡得可好 我撇了撇嘴 不好 王子眼中红光一闪 露出锋利的獠牙 我也亮出武器 枕着菜刀睡了一夜 我现在起床期很大 我们寝室一起下晚自习 在回宿舍的半路上 同时掉进怪谈世界里 冰 寝攻略者成功在豌豆城堡中存活三天 我眼前一晃 不远处出现一座威严又华丽的城堡 天空电闪雷鸣 转瞬倾盆大雨 我们不得不跑到城门口下方躲雨 在滂沱的夜雨中 城堡透着古怪和阴森的气息 林弯弯不可置信地问道 你们刚才看到系统提示了吗 我和另外两个室友都凝重地点了点头 刚想说什么 城堡的大门被人推开 一个金色头发 穿一身华丽王子礼服的男人出现在门后 可他看我们四人的眼神充满贪婪和审视 他刻薄地点评 你们淋雨的样子可真丑 我顿时感到心里不太舒服 林弯弯性子急 受不住半点委屈 他插腰反击 哎 你这人有素质吗 怎么说话呢 王子特身 进来吧 各位女士 林弯弯于怒未消 我们凭什么听你的 王子皮笑肉不笑 他从门后抓住一只挣扎的兔子 随手丢进雨雾中 密集的雨珠 砸在兔子洁白的皮毛上 俯视出一道黑烟 兔子想要挣扎着 跳回城门 但他痛得举步维艰 很快 他被酸雨溶解成一滩血水 王子抬起下巴 神情巨傲 不进来 你们的下场将和兔子一样 我扯了扯几个室友的衣袖 劝说 算了 保命第一 另外俩室友 只能忍气吞声地进了屋 只有林弯弯 还处在原地没动 他仍气不顺 他是我们寝室的大小姐 漂亮 优秀 从小到大被众心拱跃 他人不坏 唯一的毛病就是认死你 林弯弯和王子杠上了 你必须为你的无理行为道歉 我才进去 我怕林弯弯和王子吵起来 连忙挽住他的胳膊 想要强行把他拉进屋 我劝他 我的弯弯姐呀 我们现在正在恐怖怪谈里 别轻易得罪NPC 林弯弯鼻挺的脊梁 这才软下来 我连哄带拽地把林弯弯带进屋 可他的脚即将跨过门槛的时候 身边的王子突然一手抓住了我胳膊 另一只手猛地把林弯弯推向雨幕 林弯弯冷不丁跌在外边 被腐蚀性的雨水浇透 他痛苦地尖叫 他的全身都冒黑烟 被雨水腐蚀的血肉模糊 林弯弯趴在地上 痛苦地朝屋内众人伸手求援 可王子却果决地碰一下 关上城堡大门 我的脸刷白 懵了 林弯弯和王子发生口角 即使有错 也是王子先挑的事 他怎么这样不讲道理 毫无预兆地杀人呢 身后两个室友 连忙为林弯弯求情 求你让弯弯进来吧 我们替他向你道歉 成步 王子冷漠地回答 如此粗鲁 身体仍克制不住地颤抖 我们寝室本来有四个人 但是现在只剩我 老二娇娇和老四阿青了 娇娇一边哭一边骂王子 看他穿的人模狗样 谁知道他是那种冷酷 残暴 试杀的恶魔 畜生 混蛋 变态 娇娇没骂完 就被我捂住嘴巴 我劝他别骂了 万一被王子听见 他也把你丢出去 可怎么办 娇娇想到林弯弯死前惨样 顿时闭了嘴 只是仍忍不住抹眼泪 娇娇为人比较敏感 容易掉眼泪 我转向老四 阿青 你怎么看 阿青的身子仍在抖 但他大脑很冷静 条理清晰 一 我们进怪谈时 系统提示这是一座豌豆城堡 二 王子提到真假公主 综上 我合理怀疑 我们进入豌豆公主黑暗童话怪谈中 娇娇抽噎着插嘴道 豌豆公主 不就是有个王子 想要娶真公主为妻 一直找不到 直到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 一个落魄的女孩 敲了城堡大门 王子一家 为了检验女孩是不是真正的公主 往二十层鹅绒被下扁 藏了一颗豌豆 第二天 王子一家问女孩睡得好不好 女孩说睡不舒服 有东西搁着她的背 然后 王子一家认为 女孩是真正的公主 兴高采烈的娶了女孩 女孩造了什么孽 不过是借宿一晚 阿青嫌恶的醋眉 要我嫁给楼下那变态 我可不愿意 娇娇同仇敌忾 就是呀 王子非要用一颗豌豆检验公主 就跟土信男 用处女魔评判女孩一样离谱 他们凭什么呀 我一时间有些难过 二十层鹅绒被下 那颗让公主一晚上难以安眠的豌豆 是中世纪封建男权社会 对女性的压迫和剥削 我不禁想到林弯弯 她只是想要表达 被王子言语挖苦的不满而已 但在这扭曲的怪谈世界里 玩家没有人权 活下去 比尊严更重要 我提醒他们 豌豆公主有个黑暗版本 就是王子根本不是人 她找最娇嫩的公主 是为了吃掉她 你们今晚都小心些 晚上 我们分别被王子安排 住进三间客房 我想和老二老四住一块 好商量的应对之策 结果王子冰冰冷冷地开口 真正的公主 启荣 打住 我明白了 我连忙打断王子 生怕他说完 就判定我不是真公主 把我丢出城堡 王子上一秒眼神阴冷 下一秒却露出微笑 我却看到他的牙齿尖利 像某种肉食动物的獠牙 可以瞬间咬穿人的血肉 他身是递到了剧 晚安 女士 我惊魂未定地看他离开 等走廊的脚步声远去 我试图扭动房门的把柄 门把手纹丝不动 看来 王子并不允许我们离开房间 我环顾四周 这间房是典型的中世纪 贵族风格设计 华丽 繁复又贵起 尤其是房间正中央的公主床 那二十张鹅绒被层层叠加 几乎扑到房顶 我粗略估计 这床起码四米高 我转了一圈 最终把目光落在被子和墙壁 形成了一个细长夹缝 这角落能干啥 租给当代大学生啊 果然 这才是更适合我的容身之所 但我没有睡觉 我怕一闭眼 就是入土为安的感觉 我在房里翻找了三遍 没找到防身的武器 于是我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我跳开房间的窗 顺着水管爬下楼 我做人原则是 人可以耸 可以狗 但不可以不为所发育 我当务之急 就是要一个防身武器 危险来临时 才有自保的能力 我顺着水管往下爬 直到双脚落到坚实的地面上 我小心地观察四周 房间正下方 居然是厨房 往里望去 恰好看到厨房里的大铁锅 正煮着什么东西 我眯着眼仔细观察 才发现有一颗眼珠子 在翻滚的汤水里 上下起伏 不远处的工作台上 摆着一具刚被肢解的尸体 一把锋利的菜刀砍在案板上 在黑暗中闪烁寒光 厨房里没有人 我躲在窗外观察了很久 确定王子不在附近 才小心翼翼地爬窗进去 我撞着胆子 直奔工具台 拔出菜刀揣兜里 刚想转身逃跑时 厨房门传出枝呀 转动的声音 门外脚步声响起 这时候 在爬窗逃跑已经来不及了 我只能躲到工具台下面 脚步声有远极近 最终停在大铁锅前面 从服装来看 是今晚接待我们的王子 但落在地上的 却不是人的影子 影子的脑袋 是猛兽的形状 嘴角外露的獠牙 长得好像两把弯刀 他打在墙上的影子 仰起头 喝了一口热汤 然后 他走向工作台 似乎想把案板上的肉 都丢进大铁锅里 忽然间 他警惕地皱眉 疑惑 我的菜刀呢 说完他下意识地蹲下 看菜刀是不是掉地上了 我的心脏 几乎快跳出嗓子眼了 他毛茸茸的脑袋背对着我 可他的上衣和毛发 都沾满鲜血 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令人作呕 他喘着气 嘴里呢喃 在哪里 你究竟在哪里呀 我的小甜心 王子的语调 陡然变得艰险 他吐出最后三个字 脑袋突然180度大扭转 正对着我 他早就闻到 厨房里的活人气味 发现了我 王子对我张开血盆大口 露出凶狠的獠牙 电光石火之间 我拔出菜刀 狠狠地砍向他的眼睛 锋利的刀刃 直刺眼球 腥臭的血液 混合白色粘稠的液体 直喷我的脸上 他痛苦地捂住眼睛 向外倒去 我顾不得一脸脏污 趁他不备 拔出菜刀 又往他身上砍 但这一次 我没有这么幸运 王子身上的毛发 像钢针一样坚硬 我用尽全身力气挥舞菜刀 也没能伤他分好 我只能逃 可我没走两步 忽然发现 铁锅里有滚烫的汤水 王子已经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愤怒地朝我扑来 我停机之下 端起铁锅 朝王子身上拖了过去 滚水落在他的身上 冒出一阵白烟 王子痛苦地惨叫声 在厨房里回响 啊啊 我丢下铁锅 拔腿就跑 多亏学校早八安排了八百米跑 我在逃命的时候 不至于是个软脚虾 我用了生平最快的速度 窜出窗口 顺着水管爬回二楼 我像连连泰山一样 荡上四米高的床路 这才后怕的摊在床上喘气 我仍惊魂未定 门口却传来敲门声 王子隔着大门问道 女士 你可睡得安稳 她受了重伤 女吊气愤怒又扭曲 只要我的回答有一丝异常 她就会冲破大门 闯进屋将我撕碎 我撕存一番 这才作答 我在熬夜 好了叫你 真正的公主 我打断她 真正的公主都是敷最贵面膜 熬最长的夜 门外的王子一噎 过了一会儿 她默不作声地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 王子迫不及待地推开房间大门 这让我不得不怀疑 连王子都无法在晚上 推开公主的房门 她恢复成正常人的样子 但她的左眼 被黑色的眼罩遮住 头顶凸了一块 成了地中海 王子站在门边 仰头 女士 昨夜睡得可好 我撇了撇嘴 不好 王子眼中红光一闪 露出锋利的獠牙 我也亮出武器 枕着菜刀睡了一夜 我现在起床期很大 王子露出疯狂又仇恨的眼神 昨夜是你 我无辜地咬手指 打断她 也不知是谁把菜刀藏进我的床垫里 我翻了一夜的床垫 刚找出菜刀 你就来了 王子将信将疑 那你把菜刀还给 我再次打断她 请问你们城堡是不是闹鬼 我 我听我妈说 把菜刀枕在枕头底下 可以避邪 你们怕我晚上做噩梦 这才藏了一把菜刀在床垫里吧 我笑容灿烂 把菜刀揣进怀里 你送的礼物 我很喜欢 谢谢你 王子望着我 几次欲言又止 他像便秘一样 憋得满脸通红 最终 他僵硬地扯了扯唇角 你喜欢就好 收拾一下 下来吃早餐吧 我乖巧地回答 好的 王子离开后 又去敲了隔壁房间的门 等我好不容易 从四米高的床路爬下来 王子已经下楼 我迫不及待地离开房间 与娇娇和阿清碰头 我在走廊上 碰到同样着急出门的阿清 一个晚上过去 阿清满脸憔悴 眼带下有一圈浓重的黑眼圈 我询问他 你怎么样了 阿清说 别提了 我搬了一晚上的床路 才在床架的缝隙找到豌豆 我愣住 你找豌豆做什么 阿清 我昨天晚上四来想去 总觉得怪谈里的NPC 不可能无限制地杀人 要不然 他一开始把我们全答了完事 还用陪玩家号上三天 阿清不愧是我们宿舍的学霸 逻辑推理能力一流 我追问他 你想到什么限制条件了 阿清回答 第一 被王子判定为假公主的玩家 会被抹杀 第二 你的黑暗版豌豆公主启发了我 或许被王子判定为真公主的玩家 也会被他吃掉 所以 只有王子无法判断玩家是否公主时 我们才暂时安全 我有种毛色顿开的感觉 我说 所以 你把豌豆藏了起来 王子找不到豌豆 就无法判断公主了 阿清深吸了一口气 后怕地捂住胸口 你不知道 刚才我让他找豌豆 他找不到的时候 气得屋里的东西都砸了 他发疯的样子 太吓人了 我和阿清都心有余悸 我把昨晚发生的事告诉阿清 让他再想想 有没有遗漏的线索 阿清忽然惊叫起来 我们在走廊里讨论了半天 娇娇怎么还不出来 我后知后觉 可门内空荡荡的 一点人气都没有 我们不死心 搜遍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并把搜索范围扩大到整层 但仍旧一无所获 我再次和阿清碰头时 手脚都在发软 我们都清楚 在怪坛里失踪 意味着什么 阿清出其冷静 问我 今早王子离开房间后 你在做什么 听到什么异动吗 我回答 我忙着 从二十层床路上面爬下来 没听到什么声音啊 阿清皱眉 王子在我房间里砸东西 你也没听到动静吗 我摇头 看来 房间隔音效果很好 意味着我和阿清 在爬床路的时候 都听不到焦焦房间里的动静 他或许是那段时间出的事 我们在二楼找离上午 都没有焦焦的踪迹 不得已 只能下一楼找王子问话 理论上说 他才是最后一个 见到焦焦的人 一楼餐厅内 王子穿着黑色的燕尾服 带白领结 坐在长条餐桌的尽头 他穿得很隆重 笑容满面 似乎为了今日主食 才如此盛装打扮 桌上的食物 都用银盘装好 并用半球形的银制盖子盖上 王子见我们走来 优雅地站起身 入座吧 女士们 他从容地掀开银盘上的盖子 得体地介绍 今天的主菜 是昨晚狩猎的兔子 用小火慢烤制三分熟 肉质鲜甜 有着丝绸般柔嫩顺滑的口感 你们趁热吃 他打开银盖子 焦焦的头颅 毫无预兆地 撞入我们的眼帘 焦焦脸上毫无血色 只是惊恐地瞪大眼睛 仿佛在死前 经历什么恐怖又残忍的事情 阿青捂住嘴巴 忍不住跑出餐厅吐浪 我吓得瘫在椅子上 心脏砰砰乱跳 我预感过焦焦出事 但从没想到 他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 重新出现在我面前 王子一步一步地逼近我 他的嘴角勾起畅快的笑意 他似乎喜欢看到 玩家惊恐又慌乱的样子 就像猫科动物捕猎时 喜欢戏耍找下的老鼠 看老鼠垂死挣扎 直到断气 我吞了一大口水 强装镇定 下意识地握紧怀里的菜刀 王子的阴影完全笼罩我 我猛地举起菜刀 刀尖对准他 站住 别离我那么近 王子停下脚步 危险地眯起眼睛 昨夜果然是你 我没有接话 因为这个时候 再否认已经没有意义 再者 我承不承认昨晚的事 都凭想王子想要杀了我 我必须要弄清楚 娇娇的死因 我单刀直入 你为什么要杀死我的同伴 王子笑得变态 真正的公主肉质最细嫩 活着的时候 哪怕是20层鹅龙背下 藏着豌豆 都能把她的背个亲呢 或许王子不知什么时候 问过娇娇同样的问题 娇娇没有我误打误撞 蒙对答案 也没有阿青那样 才思敏捷 他慌乱之中 回答了王子的问题 因此出事 我嘴角一抽 你难道没想过原因吗 王子歪头 不解地望着我 我说 说不准公主对豌豆过敏 亦或者是基因病 你听说过子电吗 我耐心解释 身体经常容易出现疑倾 排除生理上的原因 还得考虑有没有子电 血有病 急性白血病 系统性红斑狼疮 要毒症 抑或肝功能恶化 王子的脸色变了 我猜他这一刻 一定担心自己会不会吃坏肚子 他以人为食 就像人类吃鸡一样 鸡肉好吃 也不会吃一只病鸡 王子越想 心情越糟糕 暴躁地先捉 他用桌布 把桌上的东西一卷 扛起来直接丢出门外 焦焦的头颅 随着餐盘滚落在雨中 我看到他的皮肤 被酸与腐蚀 冒起黑烟 最终 溶解成一滩粉色的液体 我闭上眼睛 忍住想要哭的冲动 这样也好 他们起码不用当怪兽的午餐 王子碰得关上门 他转头 猙獰地瞪着我 女士 你坐在这张椅子上 可有觉得不舒服 我的背脊瞬间一僵 我没想到 王子居然在这给我挖坑 我不动声色地挪了挪屁股 试图感受坐垫有什么异常 但我屁股下的坐垫柔软 甚至有些许回弹的感觉 让人很难在第一时间 觉察出垫子下的异样 我感受了很久 才发觉有一处不同 在坐垫与椅背的夹角 似乎有一拇指大小的异物 不用想也知道 那是一颗夺命豌豆 但我又想起李一克的老师说 坐姿李仪的第一条 坐在椅子上 应坐椅子的三分之二 不可靠椅背 保持闲雅 端庄的姿态 所以按照标准坐姿入座 我是不应该发现 夹缝里的豌豆的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究竟是有还是无 这是性命攸关的问题 不对 这道题 无论我回答是或否都会死 我企图把手伸进坐垫下 偷偷拿走豌豆 可我刚有动作 王子便一个剑步冲到跟前 恶狠狠地牵住我的手腕 我下意识地挥动菜刀 砍在他身上 可他身上的毛发 像钢针一样坚固 我砍不动 王子宁笑着贴到我眼前 他张开疗牙 好像下一秒 就会咬断我纤细的脖子 王子说 同样的招数 对我使用第二遍 不管用 他铁了心 要置我于死地 命悬一刻之际 阿清气喘吁吁地闯进餐厅 他眼神焦急 紧张地牙齿打扰 打扰一下 王子阴晴不定地转头望他 我刚才在厨房找到一袋豌豆 全倒进大铁锅里 阿清说道 请问 谁煮豌豆需要几分钟才熟 王子脸色大变 暴跳如雷地撇下我 冲进厨房 我趁机抠出豌豆 情急之下 我把豌豆丢进嘴巴里 阿清一般向我 无声地用口型对我说三个字 回答他 我连忙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音调 对他的背影语焉不详地回答 没有 王子与阿清擦肩而过的瞬间 想明白什么 猛然站住 那瞬间 王子的眼神凶弱极了 他回头 咬牙切齿地问我 你刚才回答了什么 我直视他的眼睛 我回答了你的问题 王子跳脚 你再说一遍 我拒绝他 好话不说第二遍 王子被人戏耍得愤怒 冲昏理智 他抱起 一把恶住离他最近的阿清的脖子 你敢骗我 阿清的脸蛋胀的发子 颈椎发出危险的咔咔声 只要王子再用一点力气 就能把阿清的脖子扭断 阿清竭尽全力 才吐出两个字 没 有 我不顾一切地冲向王子 企图拉开他的手臂 你放手 王子那眼神 简直可以杀人 我壮着胆子威胁 怪谈规定 你不能随意杀死玩家 不对吗 王子表情抽动 每个字都像从牙缝挤出来的一样 是 说完 他立即松手 把阿清甩了出去 阿清后背撞上一堵墙 生生吐出一口血 他浮在地上 捂住脖子 大口喘气 我连忙挡在阿清身前 张开双手 护他在身后 你们 很好 王子太阳学得清津抽搐 你们会为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 他突然朝我挥舞拳头 拳风擦过我的耳边 砸向我身后的挂画 巨大的画框被砸成碎片 纷纷摔到地板上 他横了我一眼 急匆匆地走向厨房 一分钟后 我和阿清都听到厨房传出杂东西的声音 厨房的隔音并不好 阿清跑进厨房的时候 的确发现了一袋豌豆 他还没想好怎么处理那袋东西的时候 便听见餐厅的动静 于是 他二话不说把豌豆丢进大铁锅里 因为王子最重要的工具被毁 他一定会着急进厨房验证真假 我趁王子在厨房发疯 揣上菜刀 搀扶阿清逃回房间 过了很久 楼下也恢复平静 我和阿清背靠着床垫 坐在地上 阿清缓过劲 对我说 只剩我们俩了 我凝重地点点头 鼓气道 我们俩都要活着离开怪谈 阿清困惑 娇娇 难道是昨晚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遇害的 他大概想到我昨晚在厨房遇到的尸体 今天王子介绍煮菜时 也说是昨晚猎到的兔子 我脸色一白 王子会不会从窗口进入房间 害死了娇娇 我很后悔 早知道昨晚爬窗 先摸进娇娇的房间里 可那时候 我觉得半夜外出很危险 我一不想连累室友 二是逃跑的时候 一个人更灵活 不对 王子不能无缘无故杀人 阿清说 昨晚娇娇和弯弯都遇害 有什么共同之处 我 他们都骂了王子 只是一个当着面硬刚 一个在背后骂骂咧咧 或许 娇娇进屋后 一个人独处 再次想起惨死的弯弯 忍不住痛骂王子 然后 被窗外的王子听见 这就很恐怖了 我们晚上在房间里睡觉 窗外却有一双偷窥的眼睛 阿清却摇摇头 仿佛看穿了我的想法 也许娇娇没有骂王子 他只是被王子坑了 就像你中午被逼入绝境一样 我想到娇娇死前 一个人面对王子 人在处于极端惊恐状态下 其实是懵的 如果没有事先演练 那很难想到更好的答案 就像我平时跟人吵架 事后回想 总懊恼 当时发挥的不够好 我不敢多想娇娇出事时 有多崩溃和绝望 阿清说 也许 王子其实不用等第二天早上 才能问我们问题 他只要把我们分开 再把豌豆藏在床垫 坐垫 甚至是我们的鞋垫下边 就可以对我们逐一击破 我顿时头皮发麻 防不胜防啊 阿清抓住我的手 目光坚毅 所以我们不能太被动 我们应该主动对付王子 为弯弯和娇娇复仇 我问 你有什么计划 阿清 目前 我们已知 王子身上有两个弱点 第一 是他的眼睛 可以被你用菜刀戳爆 第二 他怕被滚水烫 我沉思片刻 问他 那我们今晚一起躲进厨房 用铁锅的热水泼他 阿清摇头 王子昨晚出现在厨房 是因为需要处理尸体 他再次使用厨房 不是处理你 就是我 你明白吗 那瞬间 我有种细思极恐的感觉 我气馁 那怎么办 王子的毛发刀枪不入 而且他的力量很强 我打不过他 阿清忽然扭头 盯着窗外的瓢泼大雨 若有所思 卧室有两扇窗户 一扇窗户 对着城堡内部的花园 另外一扇窗户 则对着城堡外的雨幕 这场酸鱼 从昨晚一直下到现在 也把我们困在城堡里 他的腐蚀性太强了 活人根本没办法 在雨停之前离开 等等 酸鱼 腐蚀性 我摸地眼前一亮 抓住阿清的手臂 如果我们找办法收集雨水 泼到王子身上呢 阿清都眨了一下眼睛 显然和我想一块去了 到了晚上 我再次从窗口爬了出去 这一次 我摸进隔壁阿清的房间里 我和阿清一起带到天亮 防止被落单时 撞上王子 酸鱼的腐蚀性很强 幸而房间里有一些瓷器罐子 盆 可以作为容器 我们把装了酸鱼的容器搬上床 如此 明天早上 王子推开门的第一时间 就能享受酸鱼的洗礼 房间里的容器都装满雨水后 我对阿清说 我回我房间搬容器过来 你在窗边接着 阿清跟我走到窗边 盯着我 你小心些 我正准备翻窗 忽然看到楼底下 有个大黑影 手脚并用的窜上二楼 我忍不住惊呼 或喝了河废水的广东蟑螂 也就这样吧 话音未落 阿清把我猛然往后拉 示意我安静 我们一左一右背靠着墙 躲在窗子后 观察外面的动静 广东大蟑螂窜上二楼 直奔我隔壁的房间 距离近了 我才看清楚黑影 那是受化的王子 他小心翼翼的 撬开隔壁的窗户 上半身从缝隙挤了进去 下一瞬 隔壁窗户里 发生惊天的嚎叫 啊 王子的声音颤抖而痛苦 不用猜 他肯定打翻了 我藏在窗台下的一盆酸鱼 那是我出门前准备的 为防我爬窗 被发现的保命后手 阿清勾起唇角 酸鱼果然有用 他说完 把窗户往里面拉开 在窗子顶部放了一盆酸鱼 就拉着我往床路上 爬 我们刚爬上去 窗口处便传来动静 一个脑袋悄悄地 从缝隙钻进来 小心翼翼地观察窗台四周 阿清居高临下地盯着他 他的表情严峻而冷酷 我看王子在窗边 磨磨叽叽老半天 都不敢进屋 有些耐不住性子 于是我冲他大叫 喂 半夜偷偷摸进女士的房间 不是贵族所为 王子被我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扭头朝我的声音望去 他先看到了我 然后发现头顶内盆 因为他的动作 而摇摇欲坠的瓷盘 王子的脸色变了 阿清却抓起一颗豌豆 精准地砸到玻璃窗上 叮 豌豆与玻璃碰撞 发出脆响 瓷盘却因为这细小的力量差 重心不稳扳侧翻 嗷嗷嗷 王子再次发出惨烈的叫声 他的头再次冒出一道黑烟 不过在电光石火之际 他迅速转头背对着瓷盘 以至于酸雨只腐蚀了他的后脑勺 真是遗憾 暴怒的王子不顾一切地冲进房间 恨恨道 我要杀了你们 将你们碎尸万段 恼怒的他完全不在意规则 可话音未落 迎接他的却是一盆接一盆的酸雨 他浑身冒黑烟 被腐蚀的火辣痛感将它淹没 王子就像在雨中的兔子 想要反抗 挣扎 逃离 却因伤势过重 徒劳地趴在地上 可惜 我们收集的雨水太少 不能完全把它溶解成一滩血水 当我们泼下最后一盆酸雨 王子像一团浑身冒血的肉团 匍匐在地上 无力地喘息 我握紧怀中的菜刀 鼓起勇气 我下去给他补刀 阿青连忙抱起一个大的青瓷花瓶 我跟你一起下去 两人合作 总比单打独斗强 于是我们迅速从床上爬了下去 我挥舞大菜刀 拼尽全身力气 朝王子的脖子砍下去 可我砍到一半 刀刃却卡在他的骨头里 野兽的脖子比人粗 颈椎骨也比人更大 而这时候 王子的头突然180度大扭转 他张开血盆大口 拼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 也要咬断我的脖子 干掉一发之际 阿青把花瓶的瓶口 塞进王子的嘴巴里 我朝阿青大喊 用什么东西捶刀背 加点力道就能砍断骨头了 我想起菜市场那些砍住骨头的阿姨 他们都是这么做的 阿青左右看看 扛起脸盆木架 朝刀背狠狠敲下去 第一下 我手中的菜刀明显冲破颈椎的阻挡 往下沉了几寸 第二下 菜刀利落的砍断颈椎 第三下 王子伸手分离 彻底没了气息 我和阿青丢下菜刀和木架 抱在一起喜极而泣 我们终于为弯弯和娇娇报仇血恨 只要过了明天 就能离开这个可怕的豌豆城堡 我和阿青一起相拥到天明 第二天 房门却再次被人推开 我们惊悚地发现 王子居然毫发无损地站在门边 他身上的旧伤甚至也消失了 王子笑容灿烂 可他的眼底闪烁恶毒和恨意 他问我们两位女士 昨夜睡得可好 说完 他从身后抽出菜刀 好像随时冲进屋里要命似的 我和阿青彼此对视 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慌乱 怎么回事 王子居然没死 而且 他这一次把豌豆藏在了哪里 我焦急地检查全身衣物 可是哪都没有豌豆 最后 只剩我们屁股下厚厚的二十层鹅绒床入了 我甚至怀疑 刚才王子推门的瞬间 才把豌豆塞进鹅绒店里 我们无论回答好或者不好 结局都只有一个死 阿青忽然握住我的手腕 他想看穿我的焦虑 轻声说 不要掉入王子的自证陷阱 我这才终于冷静下来 我往下看了看 王子持刀堵在门口 基本没有开溜的可能性 房间里 只剩卖扇窗 可以用来逃生 但必须有人拖住王子 才能争取时间 我看了看阿青 又想想自己 老实说 我觉得 阿青比我的生存概率更高 我的生存技能 就是忙 而阿青 是一直靠智慧狗到现在的 我咬牙 对他说 等会我下去拖延时间 你就趁机从窗口逃出去 阿青笑了 那你呢 我脸色一白 我趁乱找到豌豆 吞进肚子里 他没有证据 就不能把我怎么样 这只是个洗衣粉笑话罢了 阿青说 洗衣粉是什么梗啊 你自己上网搜 他这是想憋死我呀 阿青忽然指着床垫的边缘 你站那边 让我推你下去 我被他推到边缘 只听见一句 小心咯 便突然感觉到 后背一股强劲的力道 人便往前倒下去了 与此同时 阿青站起来 他站得很高 神情淡然 王子 你用豌豆来检验 我们是不是公主 有什么意义呢 砰 我摔了个狗爬 而头顶继续传来 阿青冰冷的声音 你这种傲慢 刻薄 还半夜摸进 单身姑娘的房间的货色 不配做公主的王子 话音落 阿青把天给捅了 二楼房间的顶部 就是瓦片屋顶 阿青居然用面盆架 把屋顶捅破了 滂沱的大雨 如瀑布倾下 雨水带着毁灭性的力量 迅速溶解掉 二十层鹅绒床垫 我顾不得身体的疼痛 吓得连滚带爬的跳起来 闪避飞溅而来的雨水 与此同时 阿青也从上面跳下 落在我附近 他触地的瞬间 痛苦地跪下 我们都没受过专业训练 很难在捅破屋顶的同时 完美的闪避 从天而降的雨水 我只看到他的后背 被雨水腐蚀 血肉模糊 而王子为了躲避雨水 早早退出房间门 我连忙扶他的手臂 阿青却推着我 快走 我和他一起爬出窗口 顺着水管滑到一楼 他双脚出地的一刹那 痛得几乎要晕过去 我手脚慌乱地背着他 用尽全部力气往厨房跑 到了水缸边 我急忙用水瓢 咬清水冲洗他的伤口 我得把他身上的酸雨冲走 以免他后背残留腐蚀性物质 对他造成二次伤害 我见阿青的脸上血色进退 惨白如指 他咬得下巴出血 眼睛不住的流眼泪 却始终没有喊出声 所幸阿青后背看着吓人 但大多是酸雨 非见到身上的点撞伤 他刚才之所以跪下 是因为跳下来太急崴到脚了 我急得差点想要哭出来 你刚才那一步走得太险了 你动作慢一点 对雨焦头可怎么办 他却盯着我 你脸上见了几滴酸雨 快洗洗吧 我气得跺脚 你别转移话题 阿青苍白苦笑 刚才那种情况 我没有选择余地 把床垫连同那颗豌豆都毁了 王子就不能拿豌豆做文章 这是一步险棋 现在阿青赌赢了 我用清水 把我们身上的材流雨水都洗干净 现在我们都浑身湿透 趁王子没来找我们麻烦 我还在厨房找出一袋新的豌豆 我们已经两天没吃喝了 这时候已经顾不得王子 曾用厨房处理过什么 阿青问我 生豌豆会不会有毒 我一边吃一边说 再不吃点东西 我真的没力气跑了 阿青表示 我说的有道理 我们狼吞虎咽地 把一袋豌豆分饰干净 等王子找到厨房的时候 地上只剩空荡荡的麻袋了 王子气得脸都绿了 但他懒得同我们打嘴炮 转身就走 我盯着他气急败坏的背影问道 他去干什么了 阿青淡定 补心的豌豆吧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昨天阿青毁掉王子的豌豆时 他也消失了一个下午 解决吃喝后 我扶阿青回到我的房间 我关上门 赶紧换下试衣服 可阿青却神情凝重 王子把房间里的瓷器都收走了 我猛地环顾四周 发现房间里的百件都被撤走了 连鹅绒床垫都只给我们剩一张 我想要去其他房间看看 阿青却喊住我 别白费劲了 刚才王子不着急追我们 估计是为了清理二楼的房间 毕竟城堡外下了酸雨 我们又逃不出去 我很焦虑 没有容器和床垫 今晚会很难熬 这是最后一个晚上了 可我们除了一把菜刀 什么也没有 阿青说 第一 酸雨并不能彻底消灭王子 他会在第二天早上复活 第二 我们只是失去容器 但酸雨的攻击仍然对王子短暂有效 第三 厨房还剩水瓢和水缸 我却问出关键问题 王子从哪里补新的豌豆 阿青呆了 下午 我搀扶着阿青 两人找遍了整个城堡 都没有找到王子的踪迹 他居然人间蒸发了 阿青反驳我 不对 他出去了 可外面下着酸雨 阿青又说 他一直住在这里 不可能永远不外出 他一定用了食药办法 或者工具 我说 我们想复杂了 说不准人家撑伞离开的呢 说完我被自己的想法整傻了 我没想到 离开怪谈的方法居然这么简单 假如第一晚 我们不要借宿 而是借伞 结局又会是怎样 我甚至产生一种荒诞的感觉 我为什么要借宿在陌生人的家里啊 很可惜 人生没有如果 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们不如让他没办法回家 阿青惊了 纠战雀巢 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这个下午 我和阿青合力把桌子搬出门外 叠得比门口高 然后把水缸搬上门拱顶部 让他倾斜 并用竹台支撑着 我用厨房剩余的浅口瓷盘 收集雨水 将水缸填满 阿青则找来线团 绕在桌子和门柄上 最后 我们小心翼翼地退回到城堡里 如此 王子今晚回来后 无论他想开门 还是想搬走桌子 都会牵扯这些线 他只要扯到线 就会弄倒竹台 进而被倾斜的水缸浇变全身 以防暗衣 我们还把一切能推动的家具 都推到门后 一楼的窗户 也给他全都锁死 并用木板封了起来 最后 趁天黑之际 我和阿青迅速地 逃回二楼的房间 因为一到晚上 王子就无法打开我们的房间门 他就算冲破一楼的防线 也只能通过爬窗 才能进入我们的房间 而王子千算万算 也没有想到 他给娇娇的房间屋顶有横梁 他虽然撤走了床入 但城堡里有其他家具 我和阿青利用各种凳子和陡柜 相互帮忙 就能爬上了房梁 后半夜 王子外出采购豌豆回来 他看到拱洞顶部那口水缸时 差点气疯了 他撑着伞 在城门前咒骂 开门 你们这两个疯女人 别让我进去 否则我一定把你们碎尸万段 如此蛮横无礼 抢夺他人家产的女人 都不是真公主 假公主 都该被抹杀 王子在城门外骂骂咧咧 我和阿青对视一眼 我们都清楚 今夜 大家撕破脸皮 不是王子死 就是我们吗 王子骂了一阵 终于忍不住收起伞 用伞柄扯掉陷阱 门口传出他一声短促尖叫 缸里的水如计划一般脱下 但那陷阱把他的伞辅拭掉 而他只是被飞溅的雨水 灼伤出几个小点 他气急败坏地撞门 震得整栋楼都仿佛晃了一晃 王子的力量果然太强大了 我和阿青和他正面对抗 根本没有任何胜算 楼下的陷阱 只能消耗王子的体力 还有最珍贵的时间 我们只能拖下去 再过几个小时 就能成功存活到第三天了 终于 在王子第十次撞门的时候 楼下传出砰的巨响 同一时间 我和阿青急忙爬上横梁 我们分别站在两扇窗户的上方 各自拿了一根长长的木棍 不一会儿 我下方的窗户发出稀疏的声响 他摸进另外两个房间都不见人后 又找到这里 一个黑色的大脑袋出现在窗后 暴躁的王子在我们手下吃过不少亏 所以 这一次 他先用拆掉的桌腿伸进窗内 这才大胆地破窗而入 可就在他双脚落在房间地板的刹那间 我用力捅穿屋顶 大雨顺着窝口倾斜而下 把正下方的王子淋了个头 啊 王子再次发出熟悉的惨叫声 他条件反射地跳到旁边 但我和阿青没有给他任何机会 阿青负责抱着我的脚 防止我不慎衰落 而我 则疯狂地捅破王子头顶的瓦片 让他无处可躲 不一会儿 王子彻底没了力气 他气弱油丝地匍匐在地上 不甘又怨毒的抬眼瞪我们 直到最后 他被雨水浇透 化作一滩血水 我和阿青握着手 藏在房梁的另一头 那里的屋顶完好 可以为我们遮挡酸鱼 终于 黑暗过去 雨势渐弱 这场困扰了我们三天的大雨 终于停了 我和阿青飞快地爬下房梁 从窗口爬下一楼 我们跑到客厅的时候 居然再次听见楼梯传来咚咚的脚步声 王子居然又活了过来 可这一次 我和阿青不顾一切地 冲向破坚的大门 穿越拱洞 逃离豌豆城堡 我们离开的瞬间 身后的城堡被一团黑雾笼罩 我回头时 只见王子站在二楼的窗口旁 阴森森地盯着我们 阿青拉着我向朝阳的方向逃跑 快跑 别回头 我们一路狂奔 眼前的景象 皆是我熟悉的校园风景 与此同时 我和阿青再次听到零声音 恭喜玩家成功在豌豆城堡存活三日 全球灵气复苏 全球各地都将生成各种各样的怪坦 请玩家随时准备 进入下一个怪坦 全文完